市場 想說一下STRV103是怎樣玩的 這場比較特別,它不是純鏡 這架跟之前我說的8階不同,就是它慢一點 整體前後的速度慢一點 但是它轉身會快一點 而且甲真的有用 前一階的小弟完全沒有甲 這架的正面的甲是40 這個斜度是可以擋到120mm或以下的子彈 是會自動跳彈的 所以這架是非常可靠的裝甲 但是當你要決定不做CAMPER上前線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對面隊是甚麼車 你會不怕PTA 不怕C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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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P65 不怕甚麼? 被你擋住了 不怕這架車的應該是 不怕STRV1030 CAMPER也好像不怕 不,CAMPER會怕 如果要拿大派的話 那蘇聯車是怕的 因為全部都很大 122來的 所以就開始這樣CAM 有430U 不行了 CAM 先 沒有射擊的 這場是防守模式來的 但是 我們是推得很厲害的 現在沒甚麼要做 我再加速 不停地找這個角度想打 這條線的斜帶 其實真的沒甚麼要打 所以 他們連我們的零線都是推不到的 那所以呢 我再等一會 我覺得3比1 大概就要動的了 一點Glind Shot 現在叫PTA都這樣走 所以我都要這樣走 我都要向前走 我的目標就要打到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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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計一下 大概這個位應該可以打到的 你看已經是aggressive 到這裡 叫PTA都推到底 所以你的相應是推到這個位 我要用練力是令到其中一架車是彈出來的 要PTA一直推進 我只是等一會 見過小IS4都不會這樣露出 所以都要走了 這裡是沒有術的 PTA都推到這麼前 我都很aggressive 我只要大概剩下那些車的位置 還有考慮過剩下那些車的 才能打穿我 我 還有自走炮 那我就決定走得很前 看看他的甲 想用這波槽 他怎麼失敗 他已經看到我了 很有趣 首先跳了一炮 自己有 然後跳PTA 要用Stitch Mode 打了 Fatb 但又要出Stitch Mode 維持 看跳完 那些東西 RT PTA用HE打了 如果他再中我就會死了 所以我一定要 盡快 好危險啊 盡快去找Cover 但似乎我已經燒過 我這裡是一個低位來的 好像被人打的 他們會在高的望 看著 看著 好 看著Sport隊 哇 Sport1900 我又Block多一次S103 P65 差點打聲 現在我又吸 我已經吸了2600 好 快來接近了 我又跳了 S103 多屈肌 就是這樣 不過3000 你真的很厲害